赛斯懒人包 大家好 我是北加州赛斯人的Robert Young 智人 今天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一阵子整理 写下来的赛斯懒人包 希望以下的开胃菜 能够协助学员们 对赛斯心法更加的了解 并在未来的学习道路上 更有一个方向 我常遇到的问题如下 第一个问题 首先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赛斯心法呢 对我而言 学习赛斯心法 就在学习宇宙的真理 透过修行 我们在学习 更高的智慧 而赛斯心法 不能只当理论来读 必须生活实修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 赛斯心法到底在学什么呢 我们在学习 自我与内我的关系 在学习 什么是内我 即在学习 如何进入内我 你的内我 也可以说是 是纯有灵魂 比你想象的大多了 唯有进入内我的连结 你才会真正认识你是谁 接下来的问题 学习赛斯心法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 虽然赛斯心法有很多不同的修炼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自我觉察及进行冥想 透过自我觉察 我们才会真正了解我们背后的信念 也才能够透过信念的改变 来改变我们的实相 静心冥想 可以自己的脑袋静下来 透过内在感官 去感受内在的能量 静心是通水管 让你的意识可以进入潜意识 内我意识 跟你的内在做连结 让你有更多的灵感 也就是连结你源头的声音与智慧 好 另外一个问题是 赛斯赛斯资料这么多 赛斯书又这么难懂 要如何有效率的学习赛斯心法呢 我们非常幸运的有许天胜医师 王仪仪仁医师及其他带领老师 多年来透过公益讲座读书会 写书来传递赛斯心法 但光是看网路电视 阅读书籍还是不够 建议大家有空多参加读书会 可以与学习赛斯的朋友们有所互动 把生活遇到的问题提出来 把生活遇到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让赛斯心法不只是一门学问 而是可以应用在生活上 真正的生活实修 平常有机会也多做静心冥想 连接你的内我 听寻内在的声音 好 下个问题 信念创造实相 但我如何知道我的信念是什么呢 信念是很难用头脑去抓 所以找信念最好的方法 就是当事件来敲门时 好好的自我觉察 当一件事发生时 你第一个时间的情绪及想法 那就是你的信念 你会有情绪 一定是跟背后的信念有关 跑到你脑袋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的信念 下个问题 学习赛斯心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许多人误解 认为学习赛斯心法 就是要越变越好 把注意力放在疾病的疗愈 财富的创造等等 而学习赛斯心法的本意 是学习信念创造实相 重点是创造 当你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喜悦 越来越了解宇宙的真理 心灵的厚度 越来越厚 你就很自然的创造出了健康 财富 好的人系关系等等 好 这里又问到 神到底是谁呢 赛斯说过 想要认识神 就先认识你自己 你就是未来神 透过轮回转世 在不同的次元的修行 你是实习神明 你的灵魂存有 在未来也会达到 赛斯的境界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自己未来的赛斯高龄 透过物质 实相的学习 你会渐渐的开发 你内在的神性 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内在感官 好 这里又问到 鬼又是谁呢 鬼是心中的恐惧 当你心中有恐惧时 信念系统 又相信有鬼 那你才会看到鬼 不同次元的能量 是在不同频率的 其实他们就是 不同层次的灵魂 唯有我们把心中 有恐惧时 才会把他们当作鬼 下个问题 什么是价值完成 价值完成 就是依照你的天赋 兴趣 努力 的去完成一件事 不管结果如何 这都是你的价值完成 专注于创造与认真生活当在当下 下个问题 为什么学了那么久的赛斯 我的小孩还是没有改变呢 学赛斯的是你 你要问的是你有没有改变 而不是别人有没有改变 而改变的不是外境 而是你的心境 你看事情的角度有没有不同 当你的心境开始改变 家庭的心灵动力学就自然不一样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赛斯这么好 为什么每次我跟朋友或家人介绍 他们都不来学呢 学习赛斯是要有缘分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了 虽然赛斯不是宗教 但要推广赛斯跟传教没有两样 建议大家先好好的来学赛斯 等到你的朋友和家人看到你的改变 自动会好奇你在学什么 好各位同学们 以上是赛斯懒人包 希望用简单易懂的陈述 让你更加了解 当然学习赛斯心法没有那么简单 这只是以我的观点 很快速的帮大家整理一些 常问到的一些问题 希望这次的这个简介 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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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 jolland